今天来个鲜甜开胃的家常菜 豆酱蒸鲁鱼 鲁鱼1条 姜葱 红辣椒 鲁鱼的头切下来 鱼开背 鱼切掉 翻过来 盘断 鱼清洗干净 洗干净的鲁鱼 改一下 切好的鱼摆在盘子上 翻过来 这样比较容易增入味 鱼头也放上去 加入普宁豆酱 姜 上锅蒸 水开下锅 大火蒸5分钟 我这个容器蒸5分钟就可以了 如果鱼大一点 蒸久一点 再来切点葱丝 切好放水里泡一下 它就卷了 再来切点辣椒丝 时间到了 出锅 把它拿出来 再把葱头夹掉 再把葱丝 辣椒丝 夹上去 留上一点热油 倒结 除了揉后 简单易做的 朝上加常菜 鲁鱼这样做 除了本身的鲜味 还有浓郁的酱香味 特别的下方